老娘还是第一次以为跟女儿分手 而被同情 Sawwati ha 大家好 我是在曼谷的野生军翻译蔡舟舟 说到泰国女星 你第一个能想起谁呢 让我猜一词 是不是一张蛇系绝美长相浮现在你的脑海中 泰国女顶流 在舟舟舟心目中 一定是 家境英时 拥有爵士的美貌跟气质 进入来说大学童书 19岁就拿下了选美冠军 之后马上就被七台签下 25岁主演了电视剧爱的基板 就获得了最佳电视女主角奖项 成为第一个登上泰国 卧物封面的女演员 33岁就获得了大满贯 至今仍然没有人打破 阿姆获得的荣誉恐怕是没有两期也讲不完的 评论区告诉舟舟舟 你还知道哪一些阿姆的全期经历呢 真的忍不住再说一句 这随便一向就能够让普通女性望尘莫迹了吧 阿姆真的不会是爽文女主 很多人都知你为什么阿姆除了美貌 还能有如此顶级的气质呢 就就就见到阿姆本人的时候 就觉得跟她不是同一个图层的 在我看来 这离不开她的家境 毕竟能够在一年18万学费的蓝石大学读书 这样的家庭肯定是不一般 这才造就了阿姆举手投足之间的松弛感 要不然阿姆姐怎么会拍一部戏 奖励自己休息两年呢 姐跟电视台有合同 不拍戏也有钱啊 我的天啊 这简直就是打工人梦寐以求的工作 待薪休假 这样的工作真的是羡慕死所有打工人啊 能够进入蓝石大学 这也应征了阿姆的超强的学习能力 能够在选美被牵下后 在短时间内提升演技 在电视剧《我亲爱的小冤家》中 有野蛮风妞斗气质女神的颠覆性转换 还有人说 泰国漂亮的女性也有很多啊 为什么只有阿姆姐能够下书 成为断层的top one呢 因为在泰国六千万的人口里面 她的账号就做到了一千多万粉丝 那我这边认为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肯定是跟阿姆姐的纯泰学童离不坏关系 那混泰川的姐妹都知道 泰国娱乐圈虽然不缺美女 但大多数都是混血 所以阿姆姐的纯泰学童就显得尤为珍贵 那再一个原因呢 就是离不开阿姆的蛇细脚相 尖炎脚长脸 棱角分娩的下巴 高挑的身材 这些攻击性极强的元素 构成了阿姆姐的标准恶女炎 那这样的颜值呢 还有个人风格非常的鲜明 正是这样的颜值 让阿姆在剧中大杀四方 并吸粉无数 好多我们中国粉丝 形容阿姆姐出场的时候呢 就有如蟒蛇出动 那我觉得呢 这个形容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止我们大众这样觉得 就连同行的泰国女星Kim 和她站在一群的时候都说不敢看她 她说好害羞哦 她看过来的时候 我的眼神还会有一点躲开 能不能让同行都这样子夸 在我的脑袋里面 只有阿姆了 我相信很多人 即使不追阿姆姐 也肯定是看过她的名场面 那真的是 小说里面都写不出来的情节啊 在泰国的颁奖顶礼上呢 阿姆呢 她不小心就站错了剧组 在她到完前退场的时候呢 记者媒体竟然全部都跟着她走了 那屏幕前呢 你看过多少次这个视频了呢 她也于是回答我 我也相信剩下的剧组的脚趾头 都可以再抠出一座双龙寺了吧 就是这一个美貌跟实力并存的女星呢 在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 被粉丝可怜打抱不平 哎 对此呢 那阿姆她就直说了 天呐 老年还是第一次 因为跟男友分手而被同情 对此呢 阿姆她真的是又生气又想笑 对于分手这个话题呢 我们印象当中 可能内于含糊其次的分手官宣 说白了就是互相给对方一点面子 基本上都是云淡风轻一片响和 但在阿姆这一边呢 被问分手的时候 是否还能做朋友的时候呢 她就直言道 我们努力一步互相厌务吧 在记者又八卦 就是说 嗯 你跟前日分手了 那两个人是否还可以促膝长谈的时候呢 阿姆更是金句评出 都这样了 还促膝长谈 对副相当有如此的绝情 恐怕也只有同事豪门的阿姆了吧 这不禁让我想起来一个久远的rap 豪门豪门 华 Leute 对冰冰冰姐如果没有那件事的话呢 ARM跟冰冰姐呢 在本国人的心目中应该是同一级别的了 相比起ARM姐的顶级美貌跟气质 那哥哥就觉得更长久吸粉的 最离不开的就是明星的个人品德 那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姐妹都曾经历过 昨天还在花哥哥姐姐好帅好美 明天起床的时候就突然间她防了 就比如说泰国的某知名女星 大家都懂的 是不是不小心戳到了你油肉的小心脏了呢 屏幕前告诉朱朱朱你还追过哪些突然就塌房的明星呢 有的明星成为时间管理大师 有的违法乱记 有的手大牌 不仅感叹一句 现在军心真的是有风险 但是ARM的粉丝就无需过的担忧 那女生能够长年稳坐太过顶流 那这跟她善良正直的性格 还有亲和力密切相关 是不是很多伙伴都是在ARM姐 帮闺蜜首撕绿茶之后爱上ARM的呢 让我佩服的是那年的ARM正直当红 她在班长典礼上帮闺蜜首撕加拿 丝毫不给她留情面 真的是非常中意气 真的是好羡慕拥有ARM一样的姐妹的 朋友 女生在面对黑粉在印子底下的流言攻击时 会保留证据直接报警 真的是快刀斩乱麻 在疫情期间呢 ARM光是带了全家都打了中国疫苗 那种行为无疑是受到一些键盘杀的攻击 但是ARM依然是直言 有那个闲工夫还不如去研究一下疫苗 嘴的喷子无话可说 这些事过梦想起来都觉得爽翻了吧 咱们的女生呢 虽然表面霸气 但是私底下特别的细心 特别的真诚 那她出道20年了 依然能够记得第一个拍她的摄影师 并且在她退休后送来感谢信 在得知摄影师家里老人患病时 直接打去了医疗费 在机场跟粉丝一起吃甜品 逛街被粉丝认出丝毫没有价值 直接跟粉丝闹起磕来 在做错什么事的时候都大胆承认 不虚伪 无论是什么Drama新闻都打不败ARM的真诚 那更让周周周心动的就是ARM姐 对中范特别的友好 粉丝在台上好一声ARM姐 姐就直接跑过来跟你互动 那真的是比某一些明星拍掉粉丝的手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幻想起来谁能不心动呢 双C女神都知道 她有特别多的小狗 所以作为铲使官的女神 特别懂得流浪狗的难处 于是她建立起来流浪狗收容所 各是在17年的时候 为了帮助狗主人找到丢失的狗狗 她跟工作人员百费周折的来到曼谷郊区的草丛 并且成功找到了丢失的狗狗 我就问一下究竟还有谁可以做这样的事呢 那女神呢 走红团的时候总是习惯让别人站C位 在这里呢 就就就就多说一句 姐 无论你是不是在C位 记者永远都是跟着你跑的呀 看看这人品这格局 泰国广为流泉的就是流水的小花 铁打的ARM 真的不是白说的 无论是泰圈还是在中国 ARM都有强大的粉丝基础 那有中范不知道未想说看ARM的剧 一点都不觉得太语奇怪 不会样的出戏 那在这里呢 就就就解释一下 因为ARM是泰男人 那她说起话来呢 就是远绵绵的很温柔 所以听起来特别的顺耳 还有前一段时间呢 浪姐还网全会邀请ARM来 那当时也是让我们一众中范 都特别的激动 但是随着浪姐的播出呢 这个谣言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我想呢 浪姐你努努力吧 争取把ARM邀请来 以上呢就是我对女神的不全面介绍 有没有人想听一些 关于ARM的电视剧进化时呢 想的话记得弹幕扣音 我就会出一期 关于ARM那些爆火影视剧的相关内容 还有盘点她历任男友的爱恨情仇 不过还是要说一句 女神什么都是对的 男人什么的都不重要 那么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泰国娱乐圈资讯 可以在我们评论下方留言 我看到都会回复 我是蔡舅舅 关注了解更多的泰国小资讯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点赞关注哦